这外婆菜是湘西的百年土家名菜 其特点就是非常的下饭下面 专制各种因为食欲不争引起的肚皮饿 首先咱们把少许的韭菜给它切成段 一根小米辣给它切成圈 一个去了皮的蒜肉给它切成片 放在小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俗传的大碗 单手打入三个母鸡蛋 用双筷子给碗中的鸡蛋打散 家中条件好一点的朋友 也可以用肉肉来代替鸡蛋 打散的鸡蛋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游着 倒入提前打散的鸡蛋 给鸡蛋煎熟 喜欢吃老一点的朋友就多煎一会儿 喜欢吃嫩一点的朋友就少煎一会儿 反正我喜欢吃嫩的 煎制成像我视频中的这个颜色 吃起来就特别的嫩糙 煎熟的鸡蛋用肉勺捞出来 先放一旁控油备用 锅中留着煎鸡蛋剩下的少许底油 下入蒜片小米辣 用小火给它爆香 再倒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外婆菜 用小火先给外婆菜炒散 大概用小火炒这个30秒钟左右 开始调味 少许的白糖中和一下口味 一丢丢的鸡精味精提鲜 转为大火快速的翻炒几下 给里面的调料炒散 再下入我们提前切好的韭菜 提前煎熟的鸡蛋 放入少许的生抽调咸蛋 和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外婆菜是有底味的 所以盐我们不需要放的太多 用大火快速的给它捞几下 捞出锅香气 这小香味它就上来了 开饭店的朋友 可以弄一箱回去试试 搞不好就是你店里面的特色菜 在家里面做的朋友 也可以弄两袋回去试试 不管你是吃饭还是下面 这小香味都不会让你失望